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表示非常的恶心 就是没见过那么下贱的 那其实呢我个人以为呢朋友们理解错了 他没认为是下贱 人会认为那是下贱 人会认为那是淫秽 人会认为那是诸如此类的说法 但是如果我们讲 你达基的做法 人们讲他是如何如何如何 他的生存方式是那样 达基的生存方式 实际是狐狸要透过这样的东西 吸收人的精华 对吧 吸收人精华 所以在狐狸吸收人的精华的过程中 以至于到最后 江子牙想杀他 杀不了他 江子牙杀不了他 对不对 然后最后才用的这个飞刀 真正的飞刀才杀了他 男人 十个男人 他一乐 那个男人就完了 就不用去 什么都不用 就回头冲他一笑 对吧 回眸一笑 就全都稀里哗啦 这就是真正的阴邪之力 真正真正魔鬼撒旦的力量 那这个东西就是类似了 所以你不能把它称为 其实是用人的角度是这么讲 我们当时今天上午的节目是讲说 他就是川普对他的那种憎恶 对他直接的侮辱 直接的侮辱 对他的那种侮辱性的语言的 直接的痛斥 没有用 说句心理话没有用 那他的问题就是提出的问题 为什么美国橄榄球协会请他来 美国橄榄球协会 他自己本身就像我跟大家解释吧 昨天晚上在厂上只有三种颜色 红的 白的 黑的 红的 这是很令人 很令人感慨的 人说你到底想说什么 黑白无常 这是我想说的 黑白无常 那黑白无常 而白的呢 又跟他 他当时那个白的那个衣服呢 就跟那个 大白的故事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这有没有 跟那个大白的故事 这照片里面有 完全一样的 所以所以就是他穿的衣服戴 整个那个防护服饰 完完全出场的场景 他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他既是大白 又是代表共产党 又代表地狱的一切 那红色呢 就是共产党 就是撒旦魔鬼的一切 你看看西方讲撒旦 他也是这个红色 所以他们扮演了这个东西 扮演这个东西 那有朋友就提到说 人家我根本就不看 从来都不看 说涛哥 其实你讲这个 就是你前两天讲的 那个牧师 牧师下到地狱 然后上来又见到耶稣 然后耶稣跟他说 说你不能够 你不能去憎恨哪些 憎恨你的人 曾经害过你的人 你这样的话 这样的结果 你这么做法 就不可能上天堂 他就非常忏悔 所以他也就解释 为什么自己 在宾死经验当中 先去下到地狱 他并没有上天堂 这是一种说法 这是对修行人的说法 对吧 对真正想上天堂人的说法 但关键他是下到地狱 这是关键所在 而他在下到地狱的时候 他曾经 这是2月5号的事情 在下到地狱的时候 他曾经做了一个描绘 就谈到了这个女人 他当时就这么说的 他在地狱里 听到了地球上放的歌 而不仅是歌手在唱 是恶魔在唱 就是他在地狱能够听到恶魔唱 他在地球上听到就是人唱 所以当他人在地狱的时候 他可以听到两个 就是就没有这一层的隔断 就是人这一层空间是被隔断的 你看不到另外一面 你只能去感受 他可以听得着 所以在听着恶魔唱歌的时候 他就举了例子 他说举例 美国的音乐家叫麦克菲林 唱的别担心快乐点 和女歌手雷哈娜唱的雨伞 这个女的就是那个雷哈娜 她就是这个雷哈娜 那她这个雷哈娜 她的雨伞 我给你找的 这就是她的雨伞 这是在雨伞当中的一个典型的照片 她依然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的 所以她酷爱 你可以看到她酷爱红色 而她至于说暴露自己的身体 那是一种不仅是一种勇气 那是一种快乐 那是真正的快乐跟快感 那根据如果从这个角度 这是朋友提醒我了 说这个角度上说 你就大家听起来 其实有些不寒而立了 在昨天在现场 所有欣赏她歌的人 按照这个牧师的说法 所有在现场欣赏她唱歌的人 而不是拒绝她的人 就等同在未来的时间里 她作为恶魔 在地狱中会驾驭那些人 不是我说的 是这个牧师讲的 我们回到这个牧师 他这么说 他说看到一个男人 像小狗一样 用四肢在走路 从头到脚 被烈火燃烧 俩眼突出 脖子上拴了个链子 是一个恶魔牵着他的链子 他用心灵感应 获知了这个男子的情况 心灵感应 其实有些朋友可能理解不了心 心灵感应 我这么给你举个例子 我们每个人其实你都可以OK 做梦对吧 人在梦境中 谁在梦境中听过自己说话 但自己在说话 对不对 谁在梦境中听到过相互的交代 但你能够有过信息的干扰 信息的传递 谁在梦境中看到过自己 你看不着自己 因为你身体在这头睡觉 你身体在这头睡觉 但是在梦境中的一切真实 包括你听到的声音环境 包括这种相互的交流 我觉得你可以把它称为 是一种心灵感 其实是灵魂来的 你用人的这个词 这个笨拙的语言 你只能说叫心灵感 所以这个 我没跟你说 朋友们真得爱自己 我们遭遇了大时代 我们遭遇了大时代 这个人写的这篇东西在先 其实他在电视里讲的 原文是在电视里讲的 在YouTube上讲 那个女人昨天晚上登的台 昨天晚上登的台 所以他说 透过心灵感应 知道这个男子的情况 恶魔在这个男子 还在在世的时候 就纠缠他 就是他活着时候纠缠他 从小一直纠缠他到死亡 从小一直到纠缠到死亡 有些人呢 伴随一些东西 身体上伴随一些东西 你比如说 你身上有些 有些人身上有疤痕 有些疤痕呢 你说不上怎么来的 有些人爱在身上刺青 我们就讲一个刺青 我认识一个小伙子 白人 大概现在有五十了 他在腿上刺了一条 其实他说叫龙 我眼睛里看就像蛇 他在他 后来他尝试自己修行了 在尝试修行的时候呢 非常痛苦 他说那个 那腿上的东西是活的 缠着的 但那刺青弄上之后 他弄不下去 so far到现在 我也没听说他弄下去 所以他感觉非常的难受 非常的痛苦 他很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那条刺青呢 是在他年轻的时候 十八九岁的时候刺的 这就是类似 我举这个例子 是类似的 人们无知的很多行为 在你身体里带着 而这份痛苦 只有你自己知道 有些人有一些皮肤病 那皮肤病它不好 那皮肤病其实 就是类似的东西 就是某种生命缠着你 你根本弄不掉它 所以人不懂得修炼 不懂得修行 到处去治病 治完病又复发 医院都是弄钱的 不给你把病治好了 给你把病治好了 他怎么挣钱呢 给你把病治好了 那医生怎么治钱 怎么挣钱 最好的买卖是回头客 还做生意呢 最好的买卖是回头客 对不对 你看打针还得打 然后恶魔知道 如果他在地球上 缠他越久 就让他越不信神 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他在地义中 就会给予他更大的能量 成为他的奴隶 那女歌手哈雷娜 唱的雨伞 就具备这样的魔力 所以昨天晚上 就像收官那时 人们去欣赏他 欣赏那么如此 淫秽的动作 甚至你会在你自己的身体上 在你自身上 有所心灵反应的话 那以后 这个女人在地狱中 就是嫁于你的恶魔 人真惨 真的很惨 他说了 天后 就像他在地狱中 我这个人在地狱中 你一切 你一切 我这个人在地狱中 我没有听到你 你一切 我这一切